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观众收看《周一长谈》 我是你们这一集的主持人梁英烈 这一集节目跟大家介绍一位远渡而来的嘉宾 他来自台湾 他是台湾桥慕委员会委员长 童振元 童委员长 跟他谈谈 究童桥慕这个工作是做什么 跟这里的桥文有什么关系 谁是桥文呢 不如我先介绍 是童委员长 欢迎你来 童委员长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这个节目是用广东话 我们自己只是用广东话 所以我会用广东话为主 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 我会用国语跟你交谈 实际很抱歉 因为我广东话不行 所以知道 请各位朋友 我们多看字幕 那我会尽量清晰来表达 来说明说我们的一些想法跟政策 因为刚才我跟观众介绍 你是桥慕委员会 这个桥慕 对你来说 对我们的观众来说 可能他们不懂 你懂的 不如介绍一下 什么是桥慕 桥慕是什么呢 好 我想桥慕委员会 成立到现在已经90周年 事实上各位都了解 中华民国的创建过程 还有整个台湾的发展 还有整个中华民国的民主化 那么桥胞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最近几年 特别是桥胞 在当地的慈善公益 还有包括在当地跟台湾的连结 为台湾的发声 真的有非常巨大贡献 所以我们也做过调查 全世界大概有70个国家 有类似桥委员会 所以桥委员会 就是我们要负责去协助 在海外的侨胞 那这些侨胞呢 当然一方面是由我们中华民国国籍 二方面呢是认同支持 中华民国自由民主台湾的侨胞 这些华人 所以我相信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协助他们 也能够连结这些侨胞 进而有机会 能够来协助台湾的发展 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你提到呢 侨胞这个名字呢 就比较敏感 因为你说在中华民国 去了外国的地方 你说全世界有70多个地方 有些侨胞的工作 但是 对于我们在加拿大生活的人来说 侨胞这个名字 是否只是一些在台湾中华民国 来到未曾入籍 未曾做加拿大的人才叫做侨胞呢 究竟你服务的对象 香港来的又是怎样呢 中国大陆来的那些又是怎样呢 你怎么会有没有分别的呢 我们在台湾呢 因为有两个部会 一个呢是侨五委员会 那侨五委员会成立到现在90周年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大陆委员会 那我们在分工上面就是说 大陆的朋友 还有香港澳门的朋友 那主要是由我们大陆委员会 来协助负责 但在海外呢 都是由侨委会 来协助 来这个连结 当然有些侨胞 包括从大陆 或者说从香港出来的朋友 非常久之后 那他已经不具有中国大陆的国籍 或香港的国籍 那么基本上 这些朋友 只要认同中华民国 支持自由民主台湾 我们也都会愿意来协助跟服务 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新出来的一些侨民 可能是大陆出来 香港出来 这部分 目前不是我们服务 但是如果说已经出来四五十年 那慢慢的已经都取得当地的国籍 当地的拥挤居留权 我想这些呢 都会慢慢的 我们会去协助他们 所以我想在海外很多华人 在国外呢 都三四个世代了 所以这些华人呢 事实上力量相当多 我们的统计呢 在全世界 大概有两百零五万的 台湾级的侨胞 另外有四千九百万的华人 而这些华人呢 上过在全世界 但是呢 当然最多的 华人为主 还是以这个东安亚 大概有三千多万 那另外呢 台湾级的国民最多的 还是在美国 大概占了我们将近六成 所以剩下大概四成左右呢 是在这个东安亚地区 所以我想 侨务委员会的工作呢 我们还是以这两个地区为主要 但是不代表说其他地方没有台 台湾或者一般的华人 比如说我们澳洲 纽西兰 我们的非洲 还有欧洲 都有 所以这些呢也都是我们服务对象 那当然亚洲部分 包括日本啊 韩国啊 事实上也蛮多我们的华人 那以在泰国来讲 就有15万的台桥 那另外在太北呢 有10万的云南乡亲 还有700万的华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乔委会 我们服务的范围呢会相当广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些侨胞 跟台湾有更多连结 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育的帮助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有四条 是跟侨胞相关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协助他们教育 协助他们的商业 那么甚至呢 保障他们的参政权 所以我想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宪法层次上面 给予侨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那我就看过你一些的背景呢 你在未曾做一个 乔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前呢 是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来的 那当时我觉得 等于是一个外交官 但现在呢 那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委员长 是关于乔务的 所以你之前是 台湾在泰国的代表 是的 是一个外交官的角色 现在你是一个 朝委会的委员长 是一个比较注重 乔包的工作 所以从一个外交官 这个台湾代表 到现在一个委员长 两个工作 有什么都同样性 更分别的 在泰国担任将近三年的时间 事实上绝大我们的工作 都是乔包在帮忙 我想各位都了解 中华民国在全世界 我们受到中国大陆的打压 所以很多正常的关系呢 比较困难来建立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当地呢 事实上很多联系呢 是比较困难的 第二个 我们在海外的乔包相当多 刚刚我提到 我们在泰国有十万人 我们在泰国的投资呢 是第三大 但是我们的人数呢 是低于多 那第二个 我们在海外的乔包呢 做了很多公益慈善的事业 那这些公益慈善事业呢 事实上也让当地的民众 对于我们台湾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形象 第三 当地的我们的乔包 雇用的当地的员工 以及促进当地的一些经济的发展 都相当多 第四 我们在当地有很多宗教 像以在泰国来讲有九大宗派 有我们的慈祭 佛光山 中台 法谷山 还有灵鳩山 另外呢 我们的宗教道教方面 有一贯道 马祖宫 戴天宫 还有基督教教导教会 所以其实我们透过各种 侨胞的活动连结 很多活动未必我能够参加 但是透过侨胞呢 反而我可以参加 也就是说我总的言之呢 就是在泰国期间 我在做很多侨工作 事实上就是在做政务工作 我可以说在泰国的外交工作里面 大概百分之六十的工作 是侨胞帮我们做的 那因为侨胞真的当地的语言 当地的社会关系 都比我们要强很多 我们外交官来来去去 三年六年 那么这样一个巡回 第二 我们跟当地社会的文化 对话跟这个语言的连结 还是有限 但是侨胞呢 他甚至可以到国会议员的 餐序上面 内部的餐序 直接来沟通来对话 所以我想在这部分当中 我在泰国做政务 事实上很大部分也在做侨务 那当然到侨务委员会来之后呢 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跟侨务相关 可是做侨务也是为了帮政务 那当然做侨务之外 我们做了帮政务的侨民外交 很大一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协助侨胞 那过去呢 在住外单位 我们只能在当地协助 可是现在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们要把台湾的资源 台湾的能量 能跟侨胞来做对接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来协助他们 在当地发展 第二 我们也希望侨胞 能够有机会回台湾 来合作 来做交流 甚至呢 来帮助台湾 以目前台湾来讲 我们无论在投资 无论在人才 甚至在各种经贸的合作交流方面 侨胞都扮演非常重的角色 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 最近呢 我们的医疗体系要对外投资 要去设立医院 那我们都是透过侨胞 在当地的经营 在马来西亚可能会成为第一波 当地会设立两家医院 也都是我们侨胞在当地有基础 所以我们才能够来推动 所以我想侨务工作呢 是很多外交工作 很多各部位工作的基础 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在去年呢 我们整个台湾 因为中国大陆 不合理的一种限制的进口 所以呢 很多我们的这个四家 我们的凤梨呢 造成一个短期间 产销的失调 所以也都是我们侨胞在帮忙 包括采购 包括我们这个侨胞的捐献非常多 那今年呢 当然也遇到一些农产 以后受到中国大陆 不合理的干预 所以也是一样侨胞呢 在帮忙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泰国呢 侨胞 我们本来就要服务 但是呢 侨胞对政务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回到台湾之后 我们要全面性的协助侨胞发展 第二 侨胞不仅帮助政务 还可以帮助各部会 所以呢 这个侨胞的角色呢 是非常关键的 那我举一个数据 来跟各位报告 在过去四年的期间 我们有一个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那这三大方案就是鼓励 我们无论是国内的企业 或海外的侨胞 来投资台湾内部 总共过去三年多 有一兆七千多亿 的投资金额在台湾 而其中超过一兆 是我们的侨胞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都国内当中 侨胞的影响相当大 那当然另外一个案例呢 是我们在这个AMD AMD的这个CEO 目前是台湾人 那他事实上也是因为 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AMD能够快速成长 因为台积电 反过来讲 台积电每年的产品 那么AMD采扣的快要100亿 甚至 对不起 大概是将近千亿美金的这个金额 所以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比重 所以如果没有AMD 台积电可能也不会发生那么快 但如果没有台积电 AMD恐怕也不会发生那么顺利 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侨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牵涉到说整个台湾对外的外贸的关系 对外的这个外交关系 也牵涉到 侨胞协助当地国跟台湾的连结 无论是外交 无论是经贸 无论是经贸 人才 各个产业领域的合作 因为很多时候在政府里面有一个新的官上任 通常会有些新的理念 新的政策推出来的 所以你上任没多久啊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 你的理念 从一个桥物发展 跟以前台湾的一个桥物发展 有什么大的分别 对海外的桥民 特别是加拿大的桥民 会有什么的关系呢 我在泰国三年的经验 事实上做了很多桥物工作 那给我最大最大的感受跟心得 就是两件事情 第一要做数位外交 第二要做资源的整合 所以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也设定了四大工作目标 那么两大战略 五项策略 那么四大战略目标 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运用新科技 与新模式 扩大服务权的桥包 我认为没有服务 就没有桥物 所以无论桥包要怎么帮台湾 作为桥委会 我第一步就是要协助桥包 服务桥包 但是桥委会的人力 我们的预算非常有限 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 运用科技 运用新模式来扩大 比如说我回台湾之后 第一个就是运用数位科技 第二个 运用网路科技 第三个 运用APP 第四个 用AI 人工智慧 第五个 我们现在在做圆宇宙 我把它称为桥宇宙 Metaverse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协助桥包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凸显了这五项科技的重要性 可是就算没有疫情 我们也要推广出去 因为全世界204万到205万的台桥 4900万的华人 那各位知道 我们桥委会总部才262位 我们在全世界有38个据点 才58位 总共58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能运用新科技 那大概就很难来推动 但是运用新科技之后呢 你能够触及的范围 触及的领域 就更加宽广 比如说 现在我们在做圆宇宙的规划 我们的桥教 我们的桥生 我们的桥商 都可以透过圆宇宙来推动 未来呢 我们甚至要邀请老师 在圆宇宙上面来讲课 那这样的话 可以做一个双向的交流 而且 几乎生理其境 大家可以彼此来互动 虽然是一个AFTOP 就是一个虚拟的代理人 但是呢 你的动作会影响到对方的动作 所以我想这些呢 都是一个新的发展 在过去一期间 我们办了三个大型的国际的比赛 包括歌唱比赛 包括作用比赛 包括我们的口说竞赛 那各位想想 如果在过去我们要办个实体 不要说别的 一个歌唱比赛 我们要多少多少的资力 资源 能力 才有办法来协助 来办成 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AI 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进行评分 所以全世界的 乔校学生 台湾的学生 都可以来参加 所以我想这边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 我们要运用新科技 我们才能够突破 我们资源的限制 第二个呢 我们要运用新模式 什么叫新模式呢 我们撬回那一步 就算资源再少 就算人力再少 都是有资源 所以怎么样运用一个整合的方式 让各个业务处 在工作推动上面 能更加顺畅 那这里面呢 当然包括 第一个 我们运用 乔生处跟乔校处的合作 我们乔生处的预算呢 今年是四亿一千万 乔委会总共预算 包括人事费在内 今年是三亿七千万 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啊 可是我跟他们讲说 隔壁的乔校处 两亿一千万 也是你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一年呢 送了83万的教科书 到全世界 我说每一本教科书 后面加两项资讯 第一个招生资讯 第二个讲学军资讯 每一本教科书 83万册 都会送到每个学生手上 那这样不就在帮乔生处吗 再来我说隔壁 对面的这个乔舱处 也是你们的预算 乔舱处预算 大概将近有八千万左右 我说呢 这些预算也是你们的 他说不用了 我们已经够了 我说没有 你乔生毕业去哪里 到我们的乔台商 到我们台湾的企业 那这些业务 谁负责 就是我们的乔舱处 所以呢第一 内部的资源要整合 第二个 跨部位的资源要整合 所以呢我们跟外交部 教育部 过去合作很多 但是呢我们现在包括 客委会 文化部 退府会 甚至我们的海洋委员会 国防部 都有合作 这些资源呢 就非常之大 一个国防部预算四千亿 那你想想看 这个工程有多浩大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要找到 乔生 我们的乔包 乔亲 需要的面向 来协助 第三个大的 这个面向整合就是 民间资源 我们台湾的民间资源相当多 政府的资源相当有限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去年的时候三月 我们跟慈激基金会 签订合作备忘录 那么包括集内救助 包括医疗 包括教育 第二个呢 我们也跟民间的 产学合作机构 还有技术研发机构 12所 36所的这个大学的 产学合作机构 签订合作契约 所以呢他们也愿意 帮助海外的台商 那各位想想 一个工研院 工业技术研究院 就六千个研发人员 那你想想这个对于 整个我们海外的台商 乔商 会有多大帮助 那么另外呢 我们第四大厢是海外的资云要结合 所以我们在去年呢 办了五场 我们的海外投资商机的说明会 那这个说明会呢 包括我们邀请当地的大使 台湾驻当地的代表 来告诉大家 什么是当地的投资商机 然后邀请当地的常总会 邀请当地的重要的桥台商 来协助大家说明 当地的投资商机 以及需要协助的面向 我想各位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资源是最直接 也是最大的 所以呢第一个大项目 我要扩大服务 第二个大的项目呢 我们希望深化全球侨胞与台湾各领域的连结与合作 我想当然第一代第二代的我们这些侨胞 对台湾算熟悉 那第二代以后呢 我们第三代以后呢 这些侨胞可能不见得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对侨亲政策特别的重视 我希望能扩大交流 扩大合作 扩大协助 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让它壮大 所以第三个 运用台湾的优势 协助全球侨胞在侨居地深耕茁壮 我想在这关当中 我们提到 侨胞的发展 我知道很多侨胞呢 发展都相当不错 但是 也有不少侨胞遇到竞争的压力 特别经济的全球化 那包括中国的崛起 所以很多侨胞呢 必须要面对转型 升级 甚至呢 需要更扩大的资源 那所以呢 我们也跟台湾 产业链 医疗 农业 我们的研发 我们的这个 产学合作 还有我们的品牌 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一个一个来协助 所以呢我想是第三个大目标 第四个大目标呢 我想再敲回来看 我们希望快聚全球侨胞能量 回来壮大台湾 前面再帮助侨胎商 后面就会结合乔台商 来帮助台湾 无论是企业的投资 无论是个人的工作 无论是我们产业链链结 或者呢 到台湾的各种的一个交流合作 甚至农业或者说医疗 各方面的一个交流 还有包括教育的合作 我想这些呢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那么对台湾一定会有很大帮助 那么同时反过来也会对乔卫有帮助 所以这个是四大目标 两大战略 第一个 我们要建立单一的数位联络窗口 与整合平台 我想要数位化 你才有办法让各种资源 资讯人脉 来做一个永续的会整 永续的连结 否则的话 我们的同仁三年四年 一个这个变动 后面呢大概都是会断掉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把它建立起来 而且呢可以持续的扩大 第二个呢 我们要发挥杠杆支点的角色 乔委会预算有限 但是我们扮演杠杆支点 阿基米德说 一个适当的杠杆 它可以撑起地球 我相信呢乔委会 我们运用台湾的资源 协助桥界 运用海外桥界的资源 来撞到台湾 我相信呢 这样的一个杠杆支点角色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个大部分就是五项策略 第一个 乔务工作数位化 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要朝数位的方式来思考 不要说我们要增加五个人 要增加十个人 我们先想 有没有办法用数位来进行 如果有困难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那我们需要增加一些能力 第二个 资源整合平台化 所以我们不要透过平台才能够累积 才能够扩大 才能够永续 而且很重要的 我们同仁的压力才会小 如果今天你永远是一对一 我们哪有那么多同仁可以来协助 第三个 政府民间合作双赢 我想很多民间的资源非常大 第二个很多业务的推动 事实上让民间比政府还要好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过去也合作很多 包括我刚提到的 我们产学合作技术服务 甚至呢很多民间产业工会来找我们 像加盟联锁协会 一万多家的企业 像中华民国医美协会 台湾医美协会 两个不同的医美协会都来找我们 包括生物科技产业测进会 包括我们在台湾很多 这些健检医院都来找我们 所以我想乔委会呢我们未来有很大的工作 可以来推动 再下来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服务 乔包以需求为导向 好不要说今天乔委会闭门造居 我认为我要提供给乔包什么 但是事实上乔包可能不需要 或者乔包做的比我们还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透过各种调查 各种连结各种沟通 知道乔包的需求我们才能协助 最后创新改革与活动资源 就我刚刚提到的资源是有的 我们尽量先把它发挥 资源不够的我们想办法来争取 所以呢我在上任的时候 我们的预算是12亿8千万 那么今年呢到达是3亿7千万 明年会增加3.5亿 变得是7亿2千万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步一步就跟行政院 跟各个部会来沟通 我相信有更多资源可以来协助 那刚刚主人问到说 对加拿大的朋友要如何来协助 我想这些都可以 而且呢我想这几天也拜访了一些单位 我们也跟他们提醒 有很多活动计划呢都可以来协助 那我们也可以来提供相关的资源 来扩大 我只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我们在这边有很多单位 都遇到年轻人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跟这些侨团说 未来我们希望扩大培育FASCA 所以FASCA就是说 Formosa Association of Student Cultural Ambassadors 海外青年清善文化大使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第一个培育他 他传承 创新文化领导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相信每个侨团都会需要 那我们会提供教育的这个专业 第二个我们会提供相关的资源的补助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培育 而培育之后呢他们做义工 那第二我们也邀请他们到台湾 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呢 能够给年轻人更多的资源跟机会 但更重要是解决侨团 接班永续传承的问题 所以我想举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说 我们在加拿大呢 事实上有很多朋友 很多机构 是可以来共同合作 来推广我们的侨务工作 所以在侨务工作里面很多方面的 我们刚才提到要永久的发展这个桥物 对很多在加拿大 刚才你讲的第一代第二代 都可以到第三代第四代 怎么样培养他们对台湾的感情 继续在这个发展两方面的关系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 可以来吸引一些年轻人 将来可以怎么发展呢 我想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协助他 因为这个是整个桥界永续发展 最关键的因素 那么当然也是他们在当地在地化 有更多的专业 也更加的国际观 还有全球链接 所以我想这部分呢 我们最近呢 会花很多资源跟预算来协助 那当然在这部分当中 一方面在地的培训 在地的交流 那也要能够做数位的交流跟培训 同时呢 还有回台湾的交流跟培训 那当然台湾过去呢 我们有语言班 有观摩团 还有很多在台湾的一些 参访沿席营 那比如说最近呢 我们也跟海洋委员会合作 我们要办一个 东沙群岛生态体验营 那这个体验营呢 非常特殊 它是一个在未来大海里面 一个翡翠般的珍珠小岛 非常漂亮 是一个矽胶群岛 而这个矽胶群岛是一个环状 那么上面呢有我们的观测站 也有一些阿兵哥在上面 来捍卫我们的国土 那但是呢 你跟我都进不去 因为这个是一个国防管制区 但是为了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跟国防部 还有跟海洋委员会来沟通 所以呢 他们愿意派两艘 最大的巡防舰 一艘都有4000吨 那在我们20位 每一艘在20位的 我们的桥界青年去做生态体验营 我想这个呢 是全世界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当然我想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program也非常受欢迎 叫英语服务营 也就是我们邀请在海外 这个英语系国家的青年朋友 能够到台湾来教授英语 我想在这边 他们一方面学点中文 二方面学点英文 但重要的是他英文是一个母语 那过去在学习 可是呢这是一个回台湾的机会 他能够独立来承担教授英文 他会有成就感 他会有这种觉得说 教授的那种过程的一种互相学习 第二他也可以回台湾 顺便学华语或者台语 那当然第三 他也可以跟亲戚朋友 特别是阿公阿嬷 能够在一起 第四 他能够更加认识台湾 我想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英语服务营刚结束 那非常多人非常感动 我看那些学生都很想留下来台湾 那包括我们这些小朋友 因为国中国小小朋友 都抱着他们说 Lisa阿姨你们留下来 Lisa姐姐你们留下来 我们非常想念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教我们英文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rogram 过去呢我们大概一年有400位 那但是呢大家实在秒杀啊 一下子就光了 所以呢今年呢我们特别扩到800位 但是今年因为还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人数回来没那么多 所以明年我们持续800位 所以我们也希望加拿大的青年朋友 能够掌握机会 消息一旦公布之后立刻报名 所以刚才你提到有关经济商贸的发展 对 台湾以前有很多的产品 我在加拿大可以买到的 对 现在越来越少找到Mate in Taiwan 这些的产品 好像你刚才提到农业 渔业 这台湾都是很棒的 是 当然我们应该买很多的产品 为什么我们买不到这些产品呢 是不是一个有其他的问题呢 我想第一个欢迎您到台湾 绝对可以吃到台湾最好的产品 第二呢 台湾的贸易现在扩张得非常快速 我们7月份的贸易金额是533亿美金 成长了14.2% 那么在过去7个月 我们成长了18.4% 过去7个月连续成长平均是18.4% 过去连续25个月正成长 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贸易输果是非常旺盛 但是呢台湾过去经济的转型 所以我们走向高科技 走向一些制造业 那所以这部分的发展非常快速 那其中533亿美金里面有155亿 是半导体 而半导体呢7月份成长17% 而且连续39个月正成长 所以呢我想我们目前呢 我们要知道说台湾整个产业的发展 有很大的转型 我们走到高科技 那一些比较低端的制造业 或者加工业都转到国外 所以事实上你现在买到的产品 有可能说Made in Malaysia Made in Thailand 或者Made in China 但是Made by Taiwan 我们在全世界有6项产品 世界第一 包括我们的半导体 包括我们的电动机车 但是如果包括海外台湾生产 有19项产品 所以呢我想当然这里面呢 农产品比较特殊一点 因为它会有一些检疫 或者一些通关的一些时间的压力 那如果你没有冷链的话 可能会进不来 不过目前台湾也投入大量的资源 要发展冷链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冷链呢 能够延伸到国外 那这样的话未来 它在整个这个运输方面 更容易保存 那最关键还是说 因为有些农产品 它并没有允许进入 因为有一些农产品呢 要透过谈判 那你知道 国际贸易的谈判都give and take 所以这过程当中 如果你没有办法 来开放国内市场 那当然国外呢 也未必愿意开放 那这里没有切到 台湾农业内部的一个转型 因为台湾内部的农业呢 农民都比较弱势 所以他们要转型的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我想这过程当中呢 我们台湾这边 也希望能够努力来拓展 像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在凤梨方面 过去的凤梨要出口不容易 但是我们后来过去跟澳洲 谈了大概好几年 终于在2019年能够谈成开放 可是2020年2021年 都是因为疫情因素 结果呢 我们2021年的时候呢 当时台商就包机 把凤梨载到澳洲去 所以我想很多事情呢 需要慢慢沟通 那现在目前整个凤梨到日本 到其他国家都非常多 而且呢 台湾凤梨受到日本 受到澳洲 受到马来西亚 非常大的欢迎 那刚才你提到很多的发展的重点 特别是一个数码化 桥屋的工作 与宇宙 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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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我们很快会看到 在短期内 这些桥屋的发展的互动 大家看到什么呢 我想在短期内 有几个桥屋工作的重点方向 第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促进 全球桥台商与台湾产业共同发展 我想台湾的产业发展现在相当快速 我们的经济成长去年是6.57% 今年预估至少还有3.76%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的出口非常茂盛 我们台湾的这个半导体 高科技产业非常茂盛 那么因此呢 我们希望台湾的优势 跟海外的优势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共同发展 海外的台商 可以扮演一个引路人跟合作伙伴 第二个呢 我们的这个侨教方面 在海外 我们推广海外华语文学籍中心 台湾华语文学籍中心 目前在从去年6月开始事办到现在 一年两个月的时间 已经在全世界有43家 台湾华语文学籍中心成立 我们未来四年内要成立100家 所以我想把台湾优责的华语 特别是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环境跟文化 能够透过台湾华语文学籍中心 让我们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 第三个是我们要推动侨教 那我们在海外呢 我们的乔生的培育到最后回到台湾念书 我们现在乔生在台湾有三万一千人 我们编列了很大预算 再过去协助 未来会更大 目前乔生的教育 预算占了我们的三分之一 未来明年开始会将近占了一半 所以我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扩大跟海外的朋友来合作 让更多优秀人才 让更多的乔生 能够有机会到台湾来接受教育 他一定能够来翻转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推动我们的智能乔委会 我们的智能乔委会呢 在今年9月12号 会推动二代乔包卡 也就是爱乔卡 我想未来我们的乔包 任同支持中华民国的乔包 都会有一个爱乔卡的号码 这个号码呢会跟着你一辈子 所以未来跟台湾乔委会的联系 我们要做的服务 或者相关的合作交流 都需要有这个二代乔包卡的号码 所以我想未来呢 我们透过这方式 我们可以更加数位化 更加的进行资料的分析跟整合 但更重要的 有精准的服务 比如说我们在那边农牆电视 也可以跟台湾的电视来连结合作 所以我想这个二代乔包卡呢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但最后一个呢 我们希望推动媒体的合作 那么今年呢 在台湾会办第一届 全球华文媒体高峰会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办了几项竞赛 包括华文媒体的报导大奖 包括乔建事业台湾的影片的这个竞赛 当然也包括 我们在海外有很多新闻志工 所以我们有海外新闻志工的这些竞赛 所以这些竞赛结合我们 专业媒体的负责人 加上台湾三大领域 第一媒体 第二个技术 第三个产业 我相信说媒体在海外要发展 这三方面都要兼备 你要专业的涵养 要有营运的成功 第三个你要有科技的创新 我想这三方面呢 我们将未来能推动 所以我想未来会协助僑胞更多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在加拿大的朋友 我们的僑胞 无论你是从哪边来 那么只要认同支持中华民国 那我们都会愿意跟你来交流 来接触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合作 共同壮大桥界与台湾 谢谢大家 加拿大和台湾在基本价值观上 大家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如果大家认同台湾的发展理念 刚才同委员长所说到的 各方面的发展 在短期内有很多工作 在这里的桥包都可以做 希望在下一次 当同委员长再回来温哥华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检测一下 在过去一段时间 他刚才所说的发展方向 是否已经开始走大步 所以谢谢你来我们谈这个发展的方向 将来很多合作的机会 好 非常谢谢主持人 也非常谢谢龙阳电视 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祝福大家一些平安健康 家里幸福美满 还有事业兴旺 谢谢大家 探大钱 大探钱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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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